大雄不在静香身边 可静香身边却一直有熊哥的传说 当面更衣也就算了 这近距离日光玉又是何种福利 蓝天大海大别墅 才大气粗的小夫决定组团团建 但不带大雄 护肤宝静香上线 说什么都要跟夫君共进退 旅游不带女生怎么行 大雄成功混到了船票 兴奋地回到家 就开始火急火燎地打包行李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第二天大雄体温狂飙到40度 就算自己都快煮熟了 大雄也想去跟媳妇鸳鸯戏水 小夫正面也得到了大雄高烧不能去的消息 决定拍足视频气到大雄哭 这时蓝胖子迈着小端腿赶来 拿出替身电视A 让静香随身带着 把他当成大雄好有个念想 大雄正面稍是退了 可依然腰酸背痛腿抽筋 但大雄满脑子都是静香 要是如神的蓝胖子拿出了替身电视B 让大雄试着戴上这个 大雄套在头上 瞬间斗转星移 出现在了静香手中 大雄激动的就是嗷儿的一嗓子 静香还以为是太思念夫君 产生了幻听 小伙伴们决定下海游玩 静香手捧大雄进了更衣间 让大雄正对自己 也不拉窗帘就开拖 看到大雄那叫一个春风拂面 蓝胖子一听 一脉也要上去看看未来嫂子 大雄还算意志坚定 紧闭了双眼 就算来到沙滩 静香还带着替身电视 小伙一击好球 让胖虎成了倒栽葱 胖虎以球还球 也送了小伙一波倒栽葱 静香正在享受日光浴 这近距离观看的福利 让大雄不能自拔 窝居气也前来碍事 气得大雄就是一波隔空吹气 此时 胡夫二人互换静香了 这给大雄失望的 小伙伴们开心地玩着沙滩排球 静香忽然发现了一个漂亮的贝壳 谁知小伙把球一扔 直接把大雄打倒 只能看蓝天白云了 蓝胖子即使按下按钮 电视竟然成精了 变成了大雄的分身 大雄一个翻身 开始活动筋骨 这灵活度和速度 简直就不是大雄本雄 大雄冲向大海 一个猛子 本以为是长华丽的变身 却没想到是怒沉大海 给蓝胖子都整无语了 大哥你本体还在房间里呢 按下按钮 大雄瞬间变了个人 拥有啥的说会就会 再也没有小伙伴嘲笑我了 看着充满奇幻的海底世界 大雄也不客气 还收服了头座棋 此时另外三人正在比赛游泳 眼看媳妇落后 大雄就是一波电动小马达 给虎夫二人都看傻了 小夫又拿出自家游艇 要比赛钓大鱼 可虎夫二人的成果 却是个海胆 还是竞相厉害 一发入魂 但这都是大雄的功劳 蓝胖子也想看看大家 可这两米宽的巨头 终究承重不下这瘦小的电视机 玩完了的小夫还不忘拿出作业 胖虎可不会让学渣独自进步 说着就要高歌一曲 电视前的大雄都吓懵了 蓝胖子一听 胖虎这是要扼杀小伙伴啊 这时正好胖虎老妈路过 而胖虎已经挑好设备开唱了 歌声美妙的 让昆虫都为之动容 可突然老妈一声怒吼 胖虎以为自己幻听了 却看到替身电视低头走来 一抬头 吓得胖虎原地飞升 胖虎妈的战斗力可不简单 就算身体不在五大三粗 那也能把胖虎教育得服服帖帖 明明是新儿子 为什么胖虎妈不支持儿子的兴趣爱好呢